那么这个耳区啊 这个动物是极限的一些耳区呢 请问我是这么去看的 耳区有两个 我提到耳区的时候有两个 一个是真的耳朵上放血 耳朵上放血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动物是 所谓的耳区在哪里呢 在外怀上 在足三虫这个所在 那个面积里 那个区域里面 足三虫那个所谓的区域里面 它的那个相当于 在肝胆区下面 对吧 在肝胆区下方 在外怀上 这段区域里面 这叫耳区 为什么 一些耳部的面面 在这里放血有效 特别是在外怀 周围这一段 有一些慢性的中耳炎病人 经常经常反复 发作一些慢性的中耳炎病人 当中 你会通过外怀四周去找余落 放血以后 对耳朵病人特别特别好 在外怀四周 很讲究 杨老师非常喜欢在耳背放血 非常喜欢在耳背放血 耳背放血 有时候我是怎么用的 就是耳背面的 耳朵背面的 有一些清晰明显的时候 特别是皮肤病啊 杨老师喜欢在耳背放血 杨老师非常喜欢在耳背放血 耳尖放血都可以 耳朵的放血呢 其实非常重要 耳背的放血呢 我把它归于微弱次血的范围 特别是前面放血 不是在背面的血管 是很粗的 这个比较粗的血管 我不把它化为微弱 而前面 前面耳架腔里面啊 或者这个耳上窝这个地方 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出现一些细小的血管 那个放血非常有意义 你知道吧 有些时候在一些危险的部位 找那个最危险的血管 这个血管放血 意义非常大的 比如说有些妇科病啊 你看一下妇科病 包括痛经啊 各种各样的妇科病 实际上是在耳上窝这个地方 对吧 耳上窝这个地方 这个夹角的地方 你找到一些细小的紫红色的小血管 有的话一放血 盆腔的所有的瘀血 一些瘀血的症管 全解决了 微弱次血 在这个地方集体一些微弱次血 可以观察耳朵 找那个最特定的部位 找那个最细小的小静脉血管放 越小越有意义 小血管一般都是紫红色的 紫金红金 青黑色的叫青金 就这样 大家明白吗 在微小的小部位 去找小血管 明白吗 在小的部位找小血管 越小越有意义 不要忽略 这几滴血 非常有意义